大家好啊 今天呢 想就之前 发酵的一个话题 就是中金公司的 这个跳楼 身亡的 这位女孩 这个女士呢 这个事件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的一些想法 那这个事呢 已经发酵了一段时间了 究其 她为什么选择 想不开啊 的这个 原因啊现在慢慢 也都浮出水面 那之前有说 她是 这个资产 房地产出现问题了 还不起房贷了 也有说 她可能是一些精神上的 一些困扰 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那 还有说 一种方式 就是她可能是有 巨额的债务缠身 那么其实我看了看 基本上现在就是媒体 搬出的这些事实啊 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 一个 经济投资的概念 就是我们 行内人 是不能够投资 本行业 或者相关行业 比如说 你做银行 投行 金融 期货 投资公司 几级债市场 这些 那你 首先是你 当你去开一些 投资账户的时候 她就会问你 你是否从事这个专业 如果你是这个 本专业的人士 或本行业的人士 恨不得是 你是这个本行 本企业人士 你是绝不可以 做这些交易的 不被允许 那么 其实中金公司呢 她也是默许了 这位 不幸的女孩的一些 之前生前的一些行为 那么她其实是有一些 在做一些 所谓老鼠舱 老鼠舱啊 一些 借薪还救啊 这些庞氏骗局之类的 这些 可能是拿去炒期货 有可能是股票 其他的投资 市场 那 最后是 爆仓啊 肯定是 巨亏不说 肯定是背上了 巨额巨额的债务 那其实这位女生呢 我看了看她的 被爆出来的这些简历 她的生平 她从小读非常好的学校啊 她的家世非常好 非富即贵 那么 她的人生走得很坦荡啊 她在上大学期间呢 呃 就已经去过很多的地方 很多国家 参加过很多 呃 学士会议啊 金融的投资会议 她有很多 呃 可能是她 家里的环境 给予的 也有可能是她 呃 实习的公司 实习的单位 给予的 呃 包括一些自己自费做的呃 培训呢 呃 调研这些机会 那么能够看出她 还是一个非常 可以说是家底雄厚 呃 自身也是非常漂亮的精英人士 呃 学习成绩好 能力好 嗯 有眼界 而且她的眼界是不同于寻常人 普通人 呃 就是 周游周游 拍拍照啊 打打卡啊 这种普通的这种旅行 行程 那她经历的 已经非常的多 嗯 但她是否已经消化了 她所经历的东西呢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 嗯 有一句老话讲 就是 嗯 嗯 小事了了大被必成 嗯 有的人小的时候真的是 呃 运气非常好 然后 嗯 自身条件又好 外部环境又好 遗传的条件又好 所以说 嗯 人的这个 性向是由这个地 遗传和外部环境来决定 收入学上一个 小逻辑 一个小知识 那么这个女生 她真的是已经非常完美的 履历人生 但是 很短 因为她是个很年轻的孩子 嗯 所以看到现在这些新闻爆出来的这些料 应该还是她最后还是投资失败 然后应该是有巨额的这个债务 缠身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 嗯 差不多成立的 当然真相 我们不去说真相 是什么 我们只是就的这个案例来聊一聊 那么其实中心公司她是 也不好把这个事情谈在台面上来谈啊 因为 嗯 自己员工做的也是本身是违反了公司的规定的 不管你知不知道 反正现在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了 那有些事情中心公司本着自己的职业操守 还有 这个职业的公关危机的处理 有些事实是不能披露的 不能承认 不能被谈及的 嗯 那么这个女孩看来欠下的这个债务应该是她的家庭 可能无法给她 给她灭火了 真的是 一个让人觉得很悲伤 很遗憾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一点就是 其实人呢就是你 你看她拥有的资源 她拥有的 背景经历 已经是非常人家庭 你普通家庭的孩子 或者是普通家庭里出身的 我们的普通的成人 都是很难比拟的 只能说可能我们 普通家庭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 如果不是这样的社会案例出现 我们都很难 很难得知 很难有这样的认知 那还有这样的一个 这么履历漂亮的 这么完美的这样的人生 在中国这个社会 真的是在我们你我身边啊 所以说 她她这么好的资源 这么好的家庭 这么好的学历背景 经历 专业知识 她都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其实我们想一想 定睛想一想 是什么决定呢 其实是 就是选择 普通家庭 我上一集就是我们聊 普通家庭 父母呢 还心如普 家里收入 是给孩子留学 还是给父母养老 还是给家庭正常的消费享受 怎么支出这个家庭的收入 是个大事 我们就这个话题也就再说深一下 有的时候这也是选择啊 这种选择真的很 很考验人们的认知 很考验人们的一些知识水平 还有考验你的人性 人呢就是 所以我还是在这里 劝普通家庭的父母孩子 就是你不要把事情想的这么绝对 更不要把自己呢 逼上绝路 那其实你已经 有现有的资源 你可以把它好好的分配 嗯 好好的做规划 投资 然后自己的这些资源 还有家里的这些财 有效的财务计划 其实都是 你都非常可以迎刃而解 游刃而有余 都是来解决很多家庭里的一些 嗯 难做的选择 孩子的教育问题 家庭的 投资移民啊 之类的这些问题 那么 有的时候人盲目乐观 像我们说中金这个女孩 就是她 肯定有很大一部分的她 她的 嗯 我们或许不好听的这个 话就是有点 自不量力或者是 她无法控制这个 这个金融市场的局面 你人是不可能控制 尤其是 你知道股票的涨跌 房产的涨跌 那包括赌博 这些都是由老天来决定的 就是由客观世界决定的 不由我们自己决定 但可能她会有一些人为的操作 但是 嗯 在一个大系统里面 最终 决定已经是由客观因素 由上天决定 所以 我们 做选择的时候 就是要想一想 就是 你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和钱财 这么大的一笔钱要去赚 是否可以吃得下 嗯 选择真的很重要 有的时候选择呢 其实就是让你有勇气的放弃 其实人在选择的时候 很多时候 都是 你在选择 是不是能接受 推而求其次 或者是说 是否能接受 舍取一部分 嗯 真正难的就难在这一点 就是选择中我们面临的是要 失去 舍弃 奉献 牺牲 因为有人会不甘心 大多数人会不甘心 不舍得 觉得这是非常愚蠢的决定 非常愚蠢的想法 就是这个念头都不应该有 我怎么能够 给自己减分呢 选择就应该是一加一 就永远等于二的 但其实有时候一加一呢 嗯 等于一就很不错了 所以家里父母 家里的孩子 包括现在 面临在社会上面各种问题的 财务压力的年轻人 要选择 有 有勇气的 失去 放弃 我觉得这个是给自己退一步 给自己解宽心 不要把自己逼到绝路上 那么第二点 我们就说 其实人每个人都是 很老天对每个人非常公平的一点 就是每个人都拥有 相当长的 时间 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原有资产 身为人 你就有一份这样的天生的资产 有人说时间有什么了不起 每天我就是刷视频啊 上班啊 带孩子看剧做饭买菜 收拾屋子遛狗 撸猫 我的时间有的是 我就是还是缺钱 我还是搞钱为主 但其实呢 你时间就可以生钱 但很多人看不起这一点 以我自己一个简单的事说说吧 我也是最近开始觉悟 然后后悔 但又重新的一股灼气 再重新的改变自己的行为 就是 不会存钱 我之前工作大概17年的时间了 已经 工资呢可以说 也是一份比较稳定 比较体面的工资 但是呢 没有存住钱 一份都没存住 所以说 回来想一想我得到了什么 也是得到了一些精力吧 得到了一些开阔眼见 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 给自己更多的 社会大学里的一些培训 这些都是用钱来买的 我用钱来买机票 买酒店 买旅行 买车带我自己去看世界 有社交增加我的社交半径 买衣服让自己变得更自信 别人更喜欢你自己 然后让自己觉得感觉很好 反正大家花钱的面都太多了 太多了 有的时候像小 像年轻小的时候 觉得护肤品花很多钱 但是呢 头发 烫头发 剪头发 染头发 你花很多钱 要弄发型 弄指甲 护皮肤 但是其实 现在人到了这个中年之后 发现 其实我 那个年轻的时候是 人皮肤状态和头发 发质都是最好的年龄 其实你不需要再投入过多 多好的东西 来怎么维护它 让它看起来更漂亮 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很漂亮 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 投入给自己消费的很多冲动 什么理由 去买很多护肤品 还有这个美容美发的这些费用 到时候发现 我到人到中年之后 我发现 其实你自己 护理自己的这个经历 越来越少了 就 没有什么 你发现你之前能够 不能再遵循之前的一些 消费主张 也突然顿武斗 原来其实也是 花了很多很多的冤枉钱 就是给了一个教训 然后包括 衣服也是 其实年轻人 就没必要买什么很贵的衣服 如果你很贵的衣服 就是真的是要出席一些 非常重要的场合 像明星啊 出席一个场合 那么出厂费就是几十万 那买一件一两万的这个行头 穿一穿 两三万的行头穿一穿 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它本身是个挣钱的事 难就难在我们大多数人 都会有一些明星梦 都会觉得 哦明星有这个 明星的同款 我们也要拥有 我也要穿也要买 但是其实你不是明星 你没有它的那个工作 环境工作场合的要求 而且它很多东西它其实是 它不用花钱的 那么普通人是你真的是要一件一件买 对不起 一件一件买回来 然后 嗯 然后放在家里 最后就觉得都是垃圾 多贵的东西 最终也有一天 穿不上 带不上的时候 所以说很多消费误区 又要我们慢慢的去理解 嗯 嗯 我就想给大家讲一讲 然后父母平时也可以给家里的孩子唠叨一下 说是恨不恨不得 说现在还是在做父母的这些人给一些小小的建议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省下很多钱的 其实人呢应该更注重自己的 比如说健身运动啊 爱好的投资啊 还有就是吃安全的食物啊 然后 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我觉得是这样 嗯 所以 希望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有一些小小的觉悟 但是 那么当你发现很多地方可以省下很多钱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动力要把这些钱存起来 嗯 你存成富利的也好 或者单利的也好 那么如果从很小的开始存钱 你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投资技巧 不需要买什么保险啊 理财 其实你就是本身跟着各个国家各个银行的利息走 虽然利息低 利息低的时候 你就 你可以少存一点钱 然后利息高的时候多存一点钱 这样就是你过了二十年之后 你发现你已经积攒了一笔很大很大的财富 但是有的人呢就会说 富贵显中求 我要像中金这位女生一样 他就是要捞一笔大的嘛 那其实 你很难判断 人很难 很难像每个人不是个巴菲特 那巴菲特也有失手的时候 那你捞一笔大的 你还是要好好想一想 就是有命争没命花 你真的能挣下这么多 你真的能吃下这么多 其实都是五级之谈 为什么 因为你太年轻了 因为你不是在 整个美国这种金融市场 不是在整个世界环球的金融市场 里面摸爬滚打过来的 你认识的金融市场只是 很被阉割的一小部分 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 其实很多金融学的道理 经济学的道理 就不跟大家普及 大家有心理都可以去 自己百度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基础知识 那么其实 越专业的人 就会越觉得自己很牛 觉得自己有赚钱的这个门大 和这个触角 那么可以赚大钱 其实我觉得朱军这个女孩 她从一开始 她的收入是很高了 她单元年薪 就百万 百万以上 可能还不包括这个 行情好的时候 公司的分红啊 还有些其他自己投资的一些盈利啊 那么 可以说她年薪 可以说她年薪几百万也是很正常的 当然她的税应该也不少 那么减去税之后 她的收入也是这个人中龙凤了 在中国大陆 那么她买了那么好的这个房子 她的房子其实并不 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说 特别特别好的豪宅 但是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已经是非常非常贵 昂贵的几千万的房子 其实她本身在这个消费观念上 就已经是大撒拔了 人就会觉得我今年挣一百万 明年可能还是能挣一百万 甚至更多 其实人都是有这样一个心理作祟的 但是其实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 你这个收入到了一个高峰值之后 就是走下坡路了 你这个收入高峰越陡 你这个下坡路走的也是越陡 所以人趁年轻还是应该 不管能不能多赚钱 还是要多存钱 那么消灭自己的消费欲望 认清自己的真正的消费需求 认清自己 把关注度放在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 运动啊爱好上面来 那么外部的一些物质 能给自己带来的东西很少 而且给自己带来的这些快乐和满足感 也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那么中金女孩她 买了这样的房子 这么大的房子 就证明她是有这样的一个消费自信在这里的 她是有一个收入自信的 这也就是你们不难理解 她为什么能够举债 能够干这么大的一个事 所以说 并经想一想真的还是 年轻人其实应该以她这个事件 好好的思考一下 并不是说我们就看热闹 或者说我们这个丑妇心理 你就是觉得你看 这么好的人生 你最后也是自觉于天下了 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你这个记恨别人呢 其实你自己也没有什么提升 反而你自己也不快乐 我们应当是怜悯这个世界上的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故事 从她身上我们就可以反思自己 其实人都是反思自己 客观事物来物质决定意识 客观事物来反思自己 客观的社会事件 极端的这些社会人物 我们都是要反思自己 觉得找一找我们自己 有的时候真的你觉得这些危险 这些难处可能和自己无关 但是你想一想怎么和自己无关呢 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 其实中心女孩她亏了几千万上亿 几个亿也好 其实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在亏钱 她亏一个亿我们可能亏一百块 因为我们的物价上涨了 我们的能源账单变高了 我们的空气污染变差了 天气变得太原热了 这边又发洪水了 这些自然的灾害都会影响到我们 食品安全的问题 那么很多问题都在困扰着我们 中国人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些 悲惨的社会事件中 不要去嘲笑当事人 因为你嘲笑她也是在嘲笑自己 因为她遇到的难题也是你遇到的难题 只不过是体量的大小 你可能不在意 那么她遇到的不幸 同样是我们生活在这一个世界里的 一个社会里的人同时都会遇到的不幸 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 忍受着同样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 那么 社会的这个凛冽的这种寒风 都是会迁徙到我们每个人的细胞中 所以通过这些中金女啊也好 这些社会的一些极端的 悲惨的公共事件 我们要时刻的还是要反省自己 然后要自己更好的这个减年盛行 让自己好好的工作存钱 好好的爱家人 爱我们的孩子 爱父母 爱我们的朋友同事 爱这世界上每一个 虽然陌生 但是我们和她是同呼吸 顾命运的人 希望大家可以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觉悟 像其实我也是 通过这个前一阵中金女这个事还没发生 我就发现 哎呀这个年轻的时候不懂得存钱 现在没存下钱 那我现在怎么办 就现在开始 此时此刻 我开始存钱啊 同时整理自己的这个消费支出 作为预算 节约开支 更好的关注自己 身心健康 少一份物业的追求 我就觉得啊 自己还是有 有点希望 还是有地方可以去努力的 所以我都希望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 拥有爱 充满爱 谢谢大家